谢师傅你好 你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这个烘焙人生 先请你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做谢龙宏 之前就是在无保存那边服务了九年 是从面包学徒开始做起 然后就是一路经过保存师傅有提拔 然后在保存那边当然主展这个职缺 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想说因为我刚好父母亲走得比较早 然后想说因为我阿嬷还在 我想说应该回乡房乡创业这样子 顺便陪伴阿嬷对不对 对顺便 所以你是从一进入职场就做面包学徒开始吗 是就一直在这个行业 我的面包店的话就是 一开始都是在传统的那种乡下面包店工作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会选面包这个学徒这个工作 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很担心 我本来我要去做修理冷气的师傅 然后妈妈就说很危险 那个爬高爬的 太粗重对不对 太粗重 然后说那你选择一个面包师傅 这个行业比较感觉比较安全 也感觉比较干净 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开汽车材料行的 所以你就一路从学徒一直熬到 所谓的面包师傅 对这之间大概做了快20年左右 那我们先来讲你在传统的面包店当师傅 跟吴宝春那边当师傅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在17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学习 然后有个机会 因缘机会之下 在85度C的林口长根店当主厨 这个职缺 因为有一次就是 保存师傅那边有一个就是 前置的一个训练营 训练吴宝春这个团队 那时候刚好85度C 有一个参观的机会 你去参访 看看人家在做什么 对那时候在 当时就觉得很激动 就想说 原来一个面包赶成是一个圆形的 竟然要45度角45度小 才会是一个圆形 你就受到刺激就对 对就是想因为我以前在搅拌面包 没有所谓的凉温度 以前比较将就了 差不多就好对不对 对是 就是怕那 冬天天气太冷 那我没开 不会去考栏到诗文的关系 也是去那边就看到说 怎么跟我以前所学的不太一样 那时候就觉得很惭愧 那时候就觉得说 感觉有点无人子弟 就是因为我也当主厨了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现在教的这些 有可能是不对的 就觉得说 如果我再站得下去 有可能没办法 所以就是你们过去过度的依赖经验 可是你看到人家都是有标准的SOP 那时候就觉得说 自从加入那个团队之后 因为公司保存师傅那边其实对每天 就是会定时一个月大概会有一场的讲 就是会请主管做一个讲习课 就是请大家去例如说 今天是洗面经 日本面粉跟台湾面粉哪里不同 就是有做一些实验 因为每天其实都很忙 但是保存师傅还是会请他的团队 这个师傅来做 就是一些课程给我们 教育训练 对 员工教育训练 我觉得 就觉得说 应该把这种经验再传承 再下来给 现在的工作伙伴 因为包括以前在保存那边 呃也是主展级 所以我们必须也要帮同人上课 其实我觉得就是把这种 呃学习到的力量 再扩展出去 然后我觉得其实是很感动 因为我在那边待了九年 其实从一个 真的不是只会做面包 但是不知道面包 什么面粉配什么面粉 会比较对面包的口感来讲 会比较好 啊在那边其实 感觉很像是死连磨一剑一样 就是慢慢的去做这件事情 谢谢保存师傅让我 看到就是世界 因为 因为保存师傅在比赛 还是 每个师傅在比赛的同时 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世界观 啊我觉得 我回到乡下 我觉得 应该要把这种世界观 所以包括 呃我 呃 烘焙掌 还是有比赛的 我就会请 跟同仁一起去员工旅游 去看人家比赛之类的 也是希望可以拉 面包的学徒知道说 你现在在做这个行业 你以后如果你努力做 因为你们还很年轻 你们都会有机会去比赛 因为我觉得我太晚接触这个行业 其实那时候看人家比赛 其实心里都会很激动 因为觉得说 呃如果自己再努力一点 也是想出来比赛 所以即使你真的带了很多技术 回来开店 你一开始有信心吗 那时候我 我包括我现在的面粉 也是用日本粉 告诉我自己就是说 只要一天可以让我装完 装一碗饭 可以让我吃就好了 我没有办法忍受说 我今天在外面学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叫我因此在原物料上面讲究 我没办法 偷工就对 对我没办法 因为我觉得 学了九年 然后现在做偷工这件事情 那是不是就事与愿违 好那即使你用好的材料 那在竹山这个相对物价 稍微便宜一点的地方 在一开始售价上 有没有接受到一些挑战 就是比较贵 有 这方面的话我一开始其实 只要是 包括我的 因为今天芝麻生土是 就也瘦完了 所以这些一开始我的定价的话 我就是 就是一个推管的概念 我其实我的想法是 以用推管的方式 所以一开始定比较便宜 现在还是比较便宜 但如果有去台中的面包店比较的话 因为我们都是使用日本的原物料 包括北海道练乳之类的 深土是里头添加北海道练乳 所以在东西上面 我其实是有用比较多的成本在上面 所以感觉有比较贵 但是我觉得乡下地方还有一件蛮诟病的事情 就是我以前当学徒的时候 没有所谓的加入劳健保 以前没有啊 以前都没有 现在其实还是很多面包店还是没有 就传统的 对啊 我觉得我想要打破这个肉洗 所以我同仁 我也是劳基法怎么规定 我希望新一代的年轻人 就是给他们一个良好的一个就业管道 必须有人伸出这个感染汁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觉得这是个传承 因为我觉得人生在很短的时间内 必须要再传承再给下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 即使你用比较好的原物料 用比较好的员工福利 然后你用推广价来卖 有些人还是觉得贵 对不对 就像一个四金石一样 包括就是今天推荐我的阿星木工 我就很谢谢他们 因为他们说这些面包 其实应该要在独私才会买得到 所以我觉得总要有人做第一个 就是零头羊的部分 我觉得我想要把这些东西带回来 我也希望说成像差距不要差这么多 我觉得让这个地方 一些年轻学子有时候会人口外移的部分 就有好的出路就对 在这边也可以学到世界的技术 所以即使到今天你觉得有站稳脚步吗 我到现在我还是很站站紧紧的在经营 因为包括我也会很担心 所以我也会有时候会请外界的师傅 包括义和坛的主厨 他们都会来再跟我基础交流 我有请他们来就是增进这家面包店的东西 互相观摩 对 然后你怎么样在口味结合一些在地食材 这样更能够让竹山的特色凸显出来 有做一些就是 就是拿那个玉米 甜玉米的部分 然后有混入面包提头 当成就是像索尼面包这样子 单定食材 但是都是竹山在地的小龙的部分 所以竹山主要的食材就是竹笋 芋头 那个地瓜吗 对 地瓜的部分也有在开发 就是有做一些 现在有做一些就是 也是选用竹山的地瓜 它也是那个有机的小龙 就是有做一些合作 也是希望可以进一步的去推广 竹山的在地的产品 下面包整个一个趋势的发展 是不是大家都比较少糖对不对 对 所以你有跟上趋势吗 我有跟上趋势 因为我们很多原物料的话 就是例如芋头馅 大家大部分都是跟外面直接拿 就非常甜 对就很甜 因为它要有糖才能去保存 保存抗菌的部分 所以我这边的芋头馅的话 都是自己用手煮的 包括南瓜馅也是 就是希望给客人比较新鲜的部分 所以都是自己熬住 虽然这个过程当中会比较辛苦 但是可以让客人吃到比较健康 也是有想要的 好那最后如果生意更稳定 你会希望带着你的这些学徒 去参加国际比赛吗 或是参加台湾的面包比赛 这个我跟我学徒都有讲说 如果下班的时候 如果想练习 这边都可以让你练习 但是时间是每天下班之余 因为其实有时候包括 一些世界级的师傅 杨士虎师傅他们也会来我们这边 就是以前都是会技术交流 其实让同仁看到这种 在大舞台上面表演的人 我说今天如果你努力有一天你也会在大舞台上面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鼓励这些学徒有机会去比赛 不是你代表带队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个推手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很谢谢保存师傅 就是他也是真的很谢谢他 没有他有可能我到现在还是在外面当默默无名的小学徒 对所以我很谢谢他 就是说当然也是希望可以把这种 虽然我对待同仁上面就是 我有可能比较严苛一点 因为 因为你以前应该就很受到严格的对待 对吴宝顺师傅他是非常严苛的师傅 当然他对品质上面的要求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名机在心 因为觉得这是我所学的 就职人的态度跟精神 还是希望给祖山地区的更多的 就是吃到外界不一样的面包 虽然客人会觉得有点贵 但我还是很坚持自我说 我就是做这样子的面包 因为其实很多我们祖山很多客人 他们还是会去台中买台中的面包 回来吃 然后看一下台中的售价 然后就 才知道你这边价钱真的是推广价 对比较实惠 也不要说推广价 就是比较 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其实是真的 这个问题有困扰我一阵子 那时候我也有遇到说 因为我现在一包面粉大概都1700左右 压力真的很大 所以但我还是希望说可以推广出去 让大家更认识这个面包 希望以后用不要再用酥油 而是用天然奶油来去取代 因为已经换了一个世代了 我觉得应该要以这个新的世代 再流行的东西为主流 国际主流 所以继续坚持 但是我相信你这两年回乡创业 应该最开心就是陪伴到你阿嬷 对不对 对对 因为一开始我阿公也还在 后来也在 对 后来去年也是 回家就陪阿嬷 因为阿嬷有时候 阿嬷也会在帮忙包面包 对 还是很谢谢他 希望就是一般陪伴 阿当也是在陪伴我 这样子 对 好谢谢我们的师傅 谢谢 不好意思